从以上精彩的报道中 看到参演官兵旺盛的战斗意志 以及情绪精炼所展现的优异成果 相信所有的同仁都会感到余有荣焉 在此我们也要向所有劳苦功高的官兵弟兄姐妹们 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感谢大家的努力与付出 是的 同时也要预请国人同胞们继续关心国防 支持国防 并且参与国防 凝聚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 一起为捍卫我们美丽的家园共同努力 讲到全民国防 今年是抗战胜利65周年 我们举光原地历史风云人物故事节目 也制作了一系列介绍抗日英雄的专辑 还记得上一集是讲述 当年在卢沟侨畔 打响了第一枪 揭开八年抗战序幕的吉星文将军 而今天要介绍的是 当时已冲锋在前 行军断后闻名 不时率领大刀赶死队吉行军赶赴前线 重挫日军攻势 创下洗风口大劫 震惊中外 有陆军战神之称的张志忠将军 这位威名远博 让日军文之丧胆的张志忠将军 他舍身为国 牺牲奉献的崇高气节 不仅是炎黄子孙 抵抗外武的实践 更是军人武德高度发扬的典范 没错 现在就请大家仔细收看这一集的 历史风云人物故事 一起来效法和学习张志忠将军 忠勇卫国的大无畏精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忠贞烈士写 万古军人魂 军人应拥有高尚的气节与武德修为 心系国家安全与人民福祉 即使身陷困境 生命围在旦系 也能展现军人风骨 不向敌人屈服 保持崇高的节操 七十年前 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志忠上将 在战场上立抗日军 面对重重包围 尽管身中树弹 仍拼尽全力杀敌 最后应勇殉国 应列千秋 张志忠 昊敬尘 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唐原村 年轻时就读天津法政学堂 就学期间曾秘密加入同盟会 而后由于国难将至 投笔从容 进入冯玉祥部西北军 历任排长 连长 营长 团长 西北军校校长等职务 也曾参与北伐朱战役 自张志忠懂事起 就开始接受儒学的薰陶 因此忠孝仁义的旧道德 从小便在张志忠的内心 深深扎下了根 另一方面 西北军也是一支传统色彩 极为浓厚的军队 从这样的军队里出生的张志忠 自然事事都以道德来要求自己 而且治军严谨 凡士兵如严重违绩 必打军棍 除了一般的军事训练以外 他特别强调 所谓的叫做耐苦精神的锻炼 以及体力技术的提高 也就是说他除了一般的军事技能以外 包括了刺刀术 还有投掷手榴弹 跟射击这些以外 他特别注意所谓体能的训练 他非常重视两个时间点的训练 那么也就是所谓的 我们常常讲的就是夏练三福 冬练三九 就是在三福天的时候 也就是圣夏的时候 他命令官兵要穿两套的衣服 全副武装在大太阳底下 在酷暑的情况底下 要来训练 一天要训练四个小时来加强 然后所谓的冬练三九 就是在天气最寒冷的时候 他命令官兵就穿短衣短裤 然后外面就造一件棉大衣 就在冰天雪地里面来训练 然后他也并不是说叫官兵自己训练 他自己亲自以身坐着 他曾经在冰天雪地里面赤脚带的军队行军 那些部队没有什么像现在 什么举光路啊 爱国思想啊 训练什么 他都是完全是部队长 以他的一身坐着 以他的思想 然后来影响这个士兵 带部队像带自己子弟一样 他喊出一个把不打 把打 部队 所以那个时候部队放发了 违反军纪啊 是打屁股的啊 打军棍啊 当然他有一种把打 就放什么把要打 放什么把 那个当然一般放军纪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什么台小柴啊 什么以下放杀啊 等等那打 他把不打很奇怪 他经常说 当这个士兵放发的时候啊 本来应该打 当然他可以 第一个说 他如果他生病了 不打 刚刚吃饱饭 不要打 这个天气太冷太热 也不打 张将军主张八不打 官长生气时不许打 士兵老陆太过时不许打 对新兵不许打 初次犯过者不许打 有病者不许打 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 饱饭后急饥饿时不许打 哀愁落泪时不许打 这八不打的内容 今天看起来也许值得商榷 但由此也可看出 他的带兵除了盐之外 还有人的一面 而且无论他身处多高位阶 他总是与士兵吃一样伙食 也和士兵们一起工作 所以所有官兵打从心敌 与他生死与共 中原大战结束 即将面临对日抗战 原西北军改编为中央第29军 以宋哲元为军长 张志忠为夏侠的第38师师长 冯志安为第37师师长 29军刚组成不久 急奉命调出平津 负责河北省防务 但不久之后就遇上日军竞赛 当时29军由师长张志忠 及旅长赵登宇率领千人大刀赶死队 以急行军奸程赶赴前线 用大刀手榴弹为武器 于夜黑风高之际 秤敌不备 歼灭日军步兵两个连队继兵 一个大队 在洗风口造成空前大截 震惊中外 此意张将军获中央货班 清天白日新章 于是抗日英雄的威名 传遍全国 妇如皆知 那个时候东北被日本的亲战们 气味太厉害 那个时候老百姓军人 提到这个日本人 每个人都很咬牙牙 可是打不过他 因为部队装备什么都不好 所以当时人带着部队都拿大刀的 背着每个一火火枪大刀 拿手榴弹 背着这个挂在这个腰上 枪武器不如日本人 没有坦克车 没有飞机 日本有坦克车 有打法 有飞机 所以一路打进来 只有用落脖 给他拼了 这一场战役里面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大刀队 那么大刀队起来 杀了不少的日本日军 因为跟日军来对抗 可以讲说 当时我们常常讲说 是以一个非现代化的部队 对抗一个现代化的部队 之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打了一场胜仗 那么这场战争 当然对于后来的长城战役来讲的话 是具有一定的一个影响 因为它基本上来讲 恶阻了日军的 对长城这个地方的 进一步的一个攻势 那么当然长城战役后来 是以签订唐公协定作为结束 不过这也是因为当时政府的一个政策 我来介绍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原版 二十九军要打喜风口的时候 他们合影的一张照片 这一位是石友三将军 刘如鸣将军 这一位是二十九军军长 宋哲言将军 这一位就是张志忠将军 后面是同龄阁将军 赵登宇将军 这一位就是我一副冯志安将军 这是在民国二十二年左右 打喜风口战役时候拍的 如鸣桥事件爆发后 二十九军撤出北平 张志忠奉命留在北平 缓冲与日本人周璇 以争取国军的准备时间 他也在这期间面临到了 他一生中最沉痛的选择 他与日本人周璇的行为 被当时的舆论误解为 逼宫罗权 覆敌为逆 在国人的眼中 张志忠从民族英雄 变成了汉奸 关于这段史实 当年参与英烈千秋电影制作的 吴东泉先生 他观看影片不下数十遍 但是每次看到张将军被国人误会 妻女与他在相中迎面相遇 而不相认的情景 都经不住泪洒一惊 14年全国才统一 日本26年就发动 不到10年过后 那个全国部队还没调动 而且自己内部的法案 还没有一致 那个时候呢 日本人就进百平 进百平家无人就给张志忠的命令 命令说你暂时留到百平 因为要保持百平的那种民众的安全 还有百平固定的文物 不要被日本人吹长 张志忠留在百平跟日本人谈判 因为老人家知道张志忠很会谈判 别人不知道啊 别人以为他是汉奸 跟日本人 怎么跟日本人对他呢 那么就这样子一来的话 他也没办法解释 他因为他有任务在身啊 他最难过的 这个戏里边的远居有一段戏 我现在印象还深刻 有一天呢 张志忠经过这个 他自己家里一个巷子下雨 这个导演安排得很好 然后正好他妈 他太太他的夫人 跟他女儿走过 就乘杀里跟那真人走过 走过乘杀里 看到他站过来 他拉着女儿 走边上 可爱走过去 他女儿说 问他妈妈 那不是爸爸吗 不想 不想 拉过去 那个战刀看了之后 他自己就感觉到 哎呀 这个真痛 这个心里 也不能对太太讲 这东西吃得很好 来断 我们没事 我看了也不能看多少遍 从事片中间 剪辑片一看 看了这段 大家都很感恩 民国二十七年春 中央任命张自忠为五十九军军长 返回部队那天 他当众宣誓 今天回军 除了共同杀敌暴国外 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战死的地方 全体军民气不成声 始至激昂效命 不久便与日本的板原师团 发生大战 当时在南京 上海相继失陷后 日军直指徐州 是在夺取这一战略要地 日军王牌师团 板原师团 侧面进攻林夷 当时守卫林夷的是 庞炳军的第三军团 由于实力过于悬殊 伤亡惨重 旁部击待援军 庞炳军与张自忠 原是仇敌 但是张自忠仍以大局为重 率地59军引离昼夜 180里的行军速度 及时赶来增援 打得板原师团措手不及 大败而逃 也间接造成了日后的台儿庄大截 那么这个林医大截呢 其实对后来台儿庄战役有相当大的影响 因为林医大截呢 把这个板原师团给击溃了 那么这个使得原来想要跟击鼓师团 击鼓连接这个师团呢 那么会师 那么和宫的这样子一个企图呢 那么瓦解了 那么因此接下来呢 就在四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国军呢 就在台儿庄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击鼓连接 这个击鼓师团呢 给打败了 那么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因为有前面的林医大截 而后有后面的台儿庄战役 我想这个大概都是呢 这个张江英在 他的这个军旅生涯当中呢 那么几个比较特殊的一个 这个战役 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 日军又集中大量兵力 向驻守长寿殿地区的 第三十三集团军 所属地一三二师等部阵地进攻 双方计战七天七夜 一三二师阵地多次被突破 张将军调定一三二师的 第三五九团另配一个营 于夜间绕道偷袭日军 设在中祥县的总指挥部 临出发前 他鼓励将士们说 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 打仗就会有伤亡 人总要死的 多活二十年 少活二十年 转眼就过去了 但死有重于泰山 有轻于红毛 为国家 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 否则轻如红毛 在张自中的激励下 骑骑部队当晚前行三十里路 一举打下日军总指挥部 打得日军狂退六十里 大获全胜 此意称作湘东大捷 蒋委员长通电嘉奖 称张部为最优部队 其方区为模范战场 老百姓则美称张将军 为活关公 民国二十九年五月 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 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 集结三十万大军发动 早一会战 当时国军的第三十三集团军 只有两个团助手 湘和西岸 张自中作为集团军总司令 本来可以不必亲自 帅领部队初级作战 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 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 五月六日晚 致述副总司令冯志安一函 等于决别性 他说 养之无地不物 因为战区全面战争的关系 及本身之责任 均需过河与敌一拼 现已决定于今晚 往湘河东岸进发 向北进之敌死拼 奔着我们最终的目标死 往北迈进 无论做好做坏 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张自中率两千多人 东渡湘河后 一路奋勇进攻 将日军第十三师拦腰斩断 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 对张自中所部 实施包围夹击 张自中毫不畏缩 指挥部队向人数 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 冲杀十多次 日军伤亡惨重 不明白这支军队 为何这么能战 后来日军得知 是张自中亲自率领的部队 立即大量增兵 5月15日 日军一万多人 分南北两路 向张自中率领的部队 实施夹击 激战到16日佛晓 张自中被迫退入南瓜殿 十里长山 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 向国军阵地发起猛攻 一昼夜发动九次冲锋 张自中所部伤亡人员 急剧上升 战况空前激烈 5月16日一天之内 张自中自成至武 一直几乎督战 武时他左臂重弹 仍坚持指挥作战 到了下午二时 张自中手上只剩下数百官兵 他将自己的卫队 要去前方增援 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 张靖和副官马孝唐的八人 他掏出笔 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 近百次的报告 交给马孝唐时说 我力战而死 自问对国家 对民族可告无愧 你们应当努力杀敌 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稍后张自中腰部 又被机枪子弹击中 他握倒在地 遇血奋战 最后壮烈牺牲 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候 其实张自中将军的左右 都劝他能够从战场上面 撤退下来 可是张将军坚持不肯退 这个时候 张将军他也特别的交代 他说我自认为 在这场战役里面 对国家对民族对领袖 我都无愧于心 他说我现在只有一死 那我死了以后 他说你们这些人 也要继承我的志向 不要辜负我的志向 那么继续地跟敌人奋斗下去 张自中将军 那时候贵为集团军司令 但是他为国捐躯的时候 身上有六颗步枪的子弹孔 一个刺刀的刺刀孔 这代表他虽然贵为上将 但是一样是身先士卒 张自中将军 是国军在抗战中 牺牲职务最高的将领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反法西斯阵营 五十余国中 战死的最高军队将领 蒋委员长经文张自中训国 立即下令第五战区 不惜任何代价 都回张自中遗骸 一百多名优秀将士 抢回张将军的尸骨 连夜运往重庆 蒋委员长俯观痛哭 亲自提词 英烈千秋 张自中将军 在对日抗战所展现的军人武德 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 都为之感动 岳飞曾说 文官不爱财 武官不惜死 则天下太平已 张自中将军 在对日抗战中 所体现的 正是这种武官不惜死的精神 张将军的事迹 非常值得我被军人效仿和学习 尤其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 张将军 他不论是什么样的职务 始终位列在第一线部队 永远都是秉持冲锋在前 行军断后的精神 这不仅仅是一段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 更是一位顶天立地 将武德修为发挥到极致的军人模范 张自中将军一生参与战役无数 从投身航武起 便以看清个人生死 带兵带兴的他 不仅让部署誓死追随 而其不向逆境低头 始终坚持荣誉及负责的作风 更彰显军人武德 智姓仁勇言 武大内涵 为武德做出最好前世 也写下国军建军史的先烈典范